內地留下斑斑血跡 讓人看了出目驚心 貨報有鬥毀事件 警方趕抵現場了解狀況 整個地面放上證物牌 拉起封鎖線來回仔細採證 十號晚上十點多 嘉義一家海鮮餐廳外 發生駭魚人疊血案 吵架聲大到附近民眾都聽得到 到底是什麼深仇大恨 暗夜尋仇都還不夠 不只拿出開山刀揮砍 現場甚至還傳出槍響 根據瞭解雙方疑似為了停車問題 爆發爭執 吵了一整天還沒完 其中水電行員工 十號晚間到餐廳用餐 卻被對方人馬周中尋仇 導致其中兩人被砍傷 幸好意識清楚 緊急送醫治療 停車停車停出一肚子火還情緒失控 大暴走 這下可不是說聲抱歉 就能平息了事 三類新聞 廖國雄 陳一翔 欣宜 嘉義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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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